核弹发射流传大家都学起来 咱们以美国发射核弹的程序为例 一 总统通过核手提箱与美国战略司令部进行联系 并进行多次身份识别 身份识别包括口令验证 利药令验证 指纹识别 面部识别 声音识别 红膜识别等等 二 总统将打击目标的代码输入核手提箱中的通讯设备 并将核打击命令传递给各个作战部门 三 暂时在确认核打击的真实行后 总统会决定是否进行核反击或者发动核战争 如果决定进行核打击 相关人员会通知 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NMCC 预先设置好的核反应执行命令 NMCC是专门负责监督核发射的机构 四 NMCC会要求总统使用特殊代码 再次验证其身份是否真实 一旦通过验证 发射命令便会通向 核潜艇 轰炸机 以及地下导弹发射井内的发射人员 然后两个值班人员分别记录核指令 并交叉检验两份记录内容是否相符 如果相符 两人打开一个带双锁的保险箱 里面有一摞信封 根据指令内容打开指令的信封 里面有个塑料片写着验证码 如果信封里的验证码与指令中的验证码相符 那么这一次就是真实的发射指令 五 进入发射流程 导弹发射前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流程 如自检 充电 驮车移启动等等 验证码输入完毕后 两个操作台两人同时转动钥匙 保持5秒钟 听到打铃声后面的流程就和人没什么关系了 美国这一套三位一体核弹发射流程 从此一套发射5个步骤 用时大概15分钟 还是挺简单的 大家都学会了吧 学会了点赞